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会在家里面造很多防空盆对吧 会防你啊 然后呢右边呢有个核弹闪电位置 一般像飞机位置的优先选择 就是找一个对战目标的 估计都会选这个核弹位置哈 我们前期还是先发展不着急 这个核弹闪电呢 我目前有四个飞机 这四个飞机你说去炸呢 也炸不到什么太多的东西哈 如果是那个不公平13呢 中间他是那个铁幕对吧 可以由铁幕飞机炸哈 现在我们这四个飞机假装对吧 不去整那个粉色 我们去炸这个桥 炸这个桥呢 也间接性的是给这个粉色一个信号 我呢就想老老实实啊 踏踏实实在家里面 看那边造一圈土啊 我们先安心的发展不着急哈 中工出来了 接下来就要找这个作战实验室哈 咱们盟军呢一定要偷心啊 要是没偷到心的话 这个坦克呀分析力威力太小了哈 你看那个紫色 他也是提前造了这个防空哈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造尽点 多造个兵营哈 这样子造这个舰脚的速度快一点哈 好先变个骰 变那个淡淡色 淡淡色是那个重工位置啊 他现在好像是在整那个超时空 铁幕位置哈 我们这里准备个弹牙 这个弹牙呢随时要封桥啊 假如说这个粉色 加上紫色照坦克过来走我呢 我们把桥断了哈 好下车把这个重工一摸 这个紫色注意看 紫色它那个发展速度是不是有点慢呀 它是有它那个两个地点 正常情况下 它这个建造速度肯定重工比我快呀 你看我们两个多个龙都出来对吧 好我们正好肯定这个舰点一进 因为紫色本身呢就比较有钱哈 所以呢我们就准备找他几点钱花一花 大概已经借了一次了 下面我们再来偷这个兵营哈 这样子我们前期该偷的东西 就基本上都偷到了 所以看我们现在手上呢 还有三万多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心的 对吧 多造点坦克呀飞行兵呀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右边 右边这个粉色呢 它竟然提前啊 在水里面呢造了这个船长 我们飞机已经比较多了 这回呢就准备先去把它那个核弹来干掉哈 炸掉核弹之后 你看这个粉色还是比较紧张 它担心我炸它基地哈 我们炸了核弹待会呢 它就只有一个超级武器对吧 这个闪电呢无所谓 你看我们这个基地动动不动来嘛 让它闪 看到没有 它顶多就是闪我一个机场 我中国还闪掉了 这个问题不大哈 反正我那个高科在啊 这个高科一在呢 接下来可以造航母去炸它 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紫色 感觉这个紫色呢好像 像是一个萌兴啊 它这个发展速度相当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偷了它一次钱啊 但我感觉它一局三万 它应该钱还是比较多哈 我们希望海船把这个船长整掉 桥头呢有个弹呀 不担心那个紫色过来走啊 然后上面那个淡淡是中国位置呢 被那个超时空啊 那个是个绿色啊 干掉了 这个绿色呢是相当相当厉害呀 到后面呢大家就知道了哈 刚刚我们这一局呢 也说了这把看点比较多哈 第一个看点呢就是 偷那个紫色的钱哈 接下来呢 我们的飞机反正过去整的 就是整那个粉色哈 刚刚已经是把它那个家里面 那个大炮呢给炸掉了哈 我们看一下紫色 它这个坦克 看下它要不要过来啊 它这个坦克其实过来呢 打我也没什么用 我们这个路口地宝的话 加上飞行兵的坦克 它是打不下我 而且呢那个室外桃源有点改啊 蓝色的在整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的 先把这个粉色干掉哈 我们目前已经有航母了 再造个船厂 三个船厂 造航母的速度快一点 这个粉色呢 它在高地有坦克 我们有坦克一下秒下来 也不好充它哈 我们看到这个紫色在 蓝色整对吧 看没有 情不自禁啊 又找它来借点钱 这个兄弟对吧 你钱比较多啊 我们先找你这个周转一下哈 等我把这个粉色干掉之后呢 再还回去给你啊 这个粉色造了一些潜水田 我们这个海豚比较多 干掉之后 再把这个船厂给它整掉哈 接下来看没有 三艘航母一炸 这个粉色呢 就肯定有点扛不住哈 我们把这个基地往上面拉动一下 这个基地拉动呢 也是一个看点 到后面呢 大家就知道了哈 然后呢 打到这里呢 又来了一个看点 这里有个玩家啊 他来把这个游戏速度呢 调到最慢 他调到最慢之后呢 他就拔线了 他以为这样子呢 就是其他人呢 没得玩了 你说说这些路人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 他自己被干掉了 就不想来别人好过 然后呢 有这个幼稚的行为啊 他这样子没有用哈 只是当时呢 卡了一下 假如说他一直在这个游戏里面 不停的调这个速度的 倒是我们呢 就没得玩了 现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卡 现在正常了哈 然后呢 我们的飞机又出来了 准备过去呢 炸那个粉色的基地哈 我们从右边绕过去 好 再跑到上方 其实这个粉色有中央啊 加上维修厂 那么这里呢 又是一个细节 注意看 拿两个飞机假装炸它 剩下的飞机 直接端的一身 这个基地呢 其实是炸掉了 只不过呢 这个粉色 它又来了一个基地哈 这个粉色 感觉还是有想法 对吧 打得很好了 然后呢 注意看 粉色这个闪电 是不是要整我 我们直接卖掉中央 漂亮 看到没有 果不其然 它闪往这个路口了 所以说当时啊 我们这个坦克呢 就过去整它了 而且这里呢 我们是连打太偷 因为我们这个小飞行 都是一心 比较厉害 看到没有 这个坦克整掉了呀 这个偷车 小心一点 准备去偷基地哈 先把他的坦克 给他整掉 清掉地堡 好 再把这个地堡整掉 他现在造之租没有用 我们奶妈车在后方 现在粉色 基本上已经没了哈 好 我们小车子下车 风筝师准备摸到这个基地 但是对方把这个基地收起来了 我们就占个兵营啊 这个兵营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哈 这个粉色基地不给呢 得不到啊 我们就把它肥灭啊 打掉基地 再把它垫长一车啊 这样子呢 粉色就没了 但是这个时候注意看啊 这个超时空 加上铁幕 我一直看到没有 直接一波坦克过来到我家 完蛋了 刚刚已经把我基地比我慢了 他还想打掉我第二个基地 看到没有 我们的超时空 左右摇摆 他一打呢 我们就把那个基地动住啊 这样子 看到没有 这波是不是就能够守住啊 这个绿色呢 也是占了便宜就跑了 现在我们呢 又得重新造种 这个绿色大楼远的盯上我了 因为这回呢 这个紫色跟那个蓝色在这 粉色呢 基本上呢 就是要没了 所以说啊 这个家伙呢 就斗死了 这家伙呢 跑回去之后啊 我们拿它呢 还没什么办法 好 这个粉色的没了 现在我们呢 有五个机场 接下来呢 还得等这个飞机去炸它 但是它那个位置啊 家里面有一些防空啊 我们这个飞机的 一下两下的 想炸死它呢 也没那么简单啊 我们把这个重工出来之后呢 最好先造个基地啊 因为待一会儿 这个绿色的肯定了 海费呢 这样过来整我啊 我们先把这个海豚啊 加上航母呢 过去整那个绿色 这个绿色呢 它好像刚刚是在水里面 造了个船厂 我们再把家里面的飞机派出来 准备过去炸一下它 你看它家里面 这个铝盖车是比较多啊 先把它的船厂拆掉 飞机准备过来 炸掉它基地 好我炸 这一波其实我们是不是赚了呀 绿色呢 把那个填布是 撒在那个基地保护哈 这样子呢 它那个超时空 大概好了之后 没有填布呢 它肯定也不敢到我家啊 然后我们顺势的 就准备把基地 拉到中间去采换哈 这个绿色看没有 它也想到中间采换 好我们海豚 直接上去 把它船厂拆掉 好过来可以炸它哈 我们这里又造了个间谍啊 这个间谍呢 也是相当的重要哈 这个时候注意看 这个绿色直接一波超时空完了 它把我这个航母整掉了 这个航母一丢呢 我们这个杀伤力就减少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小飞熊啊 数量不是很多 经济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们就情不自禁 又找这个紫色啊 借了点钱 但是这一次借的钱呢 好像赚了一点点不多啊 刚刚好像是一千 这个借完之后呢 就是三千了 好像借了两千块钱 这样一刷下来 其实啊就赚了一千块钱啊 也没怎么算哈 但是这里注意看那个紫色 紫色是不是啊 造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啊 看到这个作战实验室啊 我那个两眼就发光了 因为的话 我们刚刚是偷了一个苏俊的兵一样 只要把这个高科一战 是不是就可以再有点改啊 先把这个狗啊整掉 因为这个狗呢 它是很有点间谍的啊 这个中间感觉呢 还是有点守不住 你看绿色这个弹色是不是啊 还是有点多啊 这个绿色比较谨慎哈 还撒了一波铁木 其实它这个西游塔给它冲过来啊 我是肯定顶不住啊 算了先把基地拿回来 刚刚高科呢 我们已经偷到了 接下来呢就准备这个游领 好 弹下先把桥断了 从中间卖了哈 但是这里呢 看到没有 这里就有个小瑕疵哈 当时呢其实啊 我是把家里面那个兵营啊 点成了主要 结果呢 这个游力改 看到没有 它从高地这个兵营出来了 这样子就被它坦克整掉了 如果说要出在家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远存抓哈 现在就造不了游力改 只能造那个清理通机队 好 我们用这个飞机 准备炸到它基地 好 然后准备坠机 但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飞机 如果多一个呢 它那个中卧就没了 这样子这个绿色呢 它是可以再造基地的 它有重工呢 加上维修厂 现在绿色 它那个超时空已经好了 铁木装置呢 还有游戏时间一分钟 它接下来 这个坦克超时空一过来 大家看 我们家里面 是不是就顶不住了呀 然后这个紫色的 好像被那个游力改位置啊 整的那是相当的难受 你看 它家里面全是这个爱国子啊 好 这个时候绿色直接过来了 它现在手上有铁木啊 这个坦克 大家看怎么点 我们没有坦克了呀 看没有 它直接打掉我的重工 我们赶快用飞机炸它的坦克 飞行兵也输出一下 然后兵营里面呢 我们赶快招这个心理图局队 卖掉基地换点钱 它现在只有四个了 好 它想打我的基地 我们这里有超时空兵 左右摇摆 好 再跑到下方 然后呢 兵营这里啊 有一个心理图局队啊 它现在只有剩下一个坦克 那这一波呢 我们还好对吧 还是可以守住啊 虽然是守住 但是现在其实我的发展呢 会严重影响 目前呢 你要去进攻啊 就只能靠这个飞机啊 而且手上你看 没有钱 就几百块钱 想造个重工 还造不出来啊 然后打到这里呢 看到没有 我们刚刚把桥修了 我感觉这个紫色 好像不怎么废王啊 它呢 也是在防那个蓝色 我就情不自禁 对吧 反正前面呢 好几次情不自禁了 多一次呢 也无妨 前面借它的钱啊 我们这一次啊 借它的基地 兄弟不要慌 你坚持住 只要我把绿色干掉 我就马不停蹄啊 去整那个蓝色 帮你帮仇 千万不要慌 好 现在我们赶快 照这个苏军碧影啊 这个碧影一出来呢 我们就可以照油力赶 因为这个绿色呢 它这个铁幕已经好了 超时空呢 马上就好 它接下来坑丢 它这个坦克已经摆好姿势了 马上就要过来整我哈 我们赶快把家里面的飞机派出来 直接过去炸它的坦克 我炸 先把它坦克队形啊 给它打乱 然后剩下的呢 我们继续炸 能炸一个试一个 这个绿色的家里面 坦克还是挺多的 它下面肯定就是等那个超时空啊 只要超时空一好 到我家里面 我肯定就顶不住了 现在我们游里改出来了 设定一个路径抓 这个紫色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紫色现在啥都没了 只剩下一些电厂 掐上高科 连个兵营都没了 好 这个时候追看绿色来了 这个家伙呢 直接是把我那个超时兵啊 给压掉了 然后撒上铁幕 但是它那个铁幕看到没有 它把我那个基地也撒了 我们先把重工放在上面 游里改往前走 好 被它干掉了 然后赶快在上面再找一个输军兵 他现在已经没填目了 飞机炸 飞行兵输出 好 小兵散开 飞行兵继续整他 这样子 这一波 是不是守住了呀 在飞机炸 炸掉你 最后一个坦克 最后一个坦克 还想跑 飞行兵拦截他 这个只剩下几个地宝 加上爱国者 然后高地那个超时兵 绿色呢 看到又有很多坦克了 这个家伙呢 手上有钱啊 我们现在还没什么坦克 先用家里面的黑影战机啊 去把他那个防空车给他炸掉啊 只要炸掉他那个防空车啊 我们飞行兵呢 就可以打他那个心 这个绿色 接下来肯定呢 他是要继续等那个超时兵 加上天幕 好 炸他现在只有两个了 飞机继续炸 再把家里面的飞机派出来 好 现在我们游里感又出来了 这个绿色看到没有 坦克就不敢出来了 他这个坦克退去高地的 我们肯定要过去整他 因为这样拖下去 假如也不去打他 他只要一波超时兵过来呢 我就有点扛不住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游里感派出来了 这个游里感出来呢 主要目的也是 逼他用那个铁幕装置啊 或者超时兵啊 好 先把他防空炸掉看到没有 炸到防空之后呢 我们飞行兵是不是 可以保护这个游里感啊 这个紫色这个小兵怎么来到这里来了 好 游里感我们直接抓 其实这回呢 绿色铁幕好了 他舍不得用 因为他觉得呢看到没有 他把牛车啊 加上坦克 完全可以把我这个游里感干掉 看到没有 但是我们 边抓边推 继续往后退 你看他坦克是不是没了呀 好 再往后面退退退 把牛车整掉 这些坦克全部是我的 好 再把这个牛车整掉 那这样子啊 我们这几个坦克一冲过去 这个绿色是不是就扛不住了呢 这个时候这个紫色在这里说话了 他叫我来去打那个蓝色 他说你再不打他 一分呢就全给你占没了 这个游里感位置呢 好像是用微战剑 把那个紫色干掉了 这水里面微战剑有点多哈 我们这回呢肯定过不上去打游里感 肯定要先把这个绿色对吧 给他干掉 这个绿色呢 刚刚用了那个铁幕啊 把我们的游里感干掉了 我们现在就稍微等一下 等坦克多一点 然后用飞机啊 坦克都可以过去整他 这个绿色呢肯定是扛不住了 然后呢 你看这个紫色 他感觉自己 刚刚在劝我去打蓝色 我没有去打他 他就说 你们两个是开黑的吧 这个紫色感觉像个猛性宝宝啊 建策速度比较慢 然后呢 我们也在再三的 勤不自行借钱哈 现在我们这飞机一过来 这个绿色呢 他就躺不住了 加上那个游里感位置呢 再整他 打到这里呢 这个绿色就 错不了知道了 这个绿色没了之后 接下来啊 就剩下了我们的这个 游里感位置一位一单挑哈 大家看这个游里感位置 水里面 防空呢 比较多 加上呢 主要是那个 围战舰相当的多哈 假如说这一句话 我们没有游里感的 这心理话 真的不好整他 看没有那么多海螺哈 但是有了 我们下游里感的游里感的 什么时候 这边就能够 更多海螺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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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飞机炸掉机器 打到这里呢 打车也是受不了你的核泛下线 好这一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见拜拜